最近宝贝一直吵着跟我说要吃烤鸡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烤吧 这道蜂蜜烤鸡家里有烤箱的一定要试试 其实烹饪起来很简单 就是等待时间长一些 不过美味值得等待嘛 准备一只新鲜的三黄鸡和苹果的蔬菜 三黄鸡气角和鸡翅还有头来准备腌料 把所有的料淋在鸡肉上抹匀 全部都抹匀 鸡肚子里面要抹匀酱汁 放冰箱冷藏三个小时 南瓜切块 蔬菜水果切块备用 这里建议南瓜多一点 因为烤好的南瓜真的很好吃 我这里用的水果辣椒也一点都没有辣味 这道烤鸡很适合小朋友 烤过的苹果又有一个清香味 果酥混合孜然粉和糖盐 还有橄榄油 混合均匀 黄油和蜂蜜隔水融化 冰箱取出腌好的鸡 在肚子里散满苹果 用牙签把口封住 烤盘上铺好锡纸刷上一层油 把烤鸡放好 用锡纸将烤糊的部位包裹好 刷上一层黄油和蜂蜜 放进烤箱上下火135度烤两个小时 每隔半小时取出来刷一层黄油 最后半小时取出放上果酥 这道苹果烤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入味 表皮香 肉质鲜 有肉有菜 值得等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关注这个频道 不喜欢的也可以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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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